600个GPT插件我都看了 我筛选测试了100多个 我只推荐8个 这个插件是帮你看风水的 这个是帮你解梦的 这个是帮你和圣经沟通的 奇奇怪怪的插件一大堆 就差帮你通灵了 说实话 现在GPT的插件生态还不成熟 咱们再等等 如果你看英文很吃力 你可以右键翻译成中文 然后一页一页的去逛 但是GPT官网对于插件的介绍太简单了 这个插件怎么用 能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细说 你也不可能像我一样花几周的时间 一个一个的去试 这600个五花八门的插件 到底有什么用 能帮你做什么 咱们怎么抓重点 一句话 插件让ChairGPT能实时联网 能计算画图 能调用第三方的数据库和工具箱 之前我们都知道 ChairGPT是一个特别能说会到的角色 仅限于文字对话 而且只知道21年9月份之前的事情 现在有了插件 这些限制就突破了 能联网就能实时搜索21年9月份之后的信息 能调用第三方的数据库 就能够搜索更多的垂类信息 这一类的插件就有很多 比如Webpilot可以调用谷歌搜索文档视频 ImageSearch可以搜图片 GIFSearch可以搜索GIF动图 Mixbox News可以搜新闻 ScholarAI可以搜文献 AI2Hunt可以搜索更多的AI工具等等 这些插件让GPT能够实时的搜索一些新的互联网信息 也能够搜索第三方数据库的信息 你可能会问 ChatGPT不是有一个browsing的联网模式吗 说实话不好用 我觉得browsing纯粹就是OpenAI给他的金主爸爸微软一个面子 利用这个browsing模式给避印搜索导流的 说实话没有Webpilot这个插件好用 Webpilot这个插件是直接调用谷歌搜索 而且这个插件还能和其他的插件组合使用 就爽很多 我们都知道ChatGPT是一个大语言模型 擅长聊天但是不擅长计算 好比莫言不擅长做高数 但是当它能够调用Warpon插件之后 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等方面的计算都不在画下 而且还能画图 那具体的功能咱们先按下补表 之前GPT4的AIGC能力是局限于Text to Text以及Text to Code 也就是说基于文字生成文字 还有基于文字生成代码 它是一个语言模型 主要是通过文字对话来实现的 但是现在有了插件可以调用第三方工具箱之后 它的能力就突破了 它能实现更多 比如说可以基于文字生成图片 基于文字生成图表 基于文字生成二维码 基于文字生成视频 甚至基于文字生成APP都可以 比如Mixbox Image Jam可以实现文声图 就是质量相较于Mitgeny差的很远 VoiceOver可以实现文字转语音 效果还行 Diger可以基于文本帮的画图 当然Warpon也可以 Visla可以实现Text to Video 目前就是基于文案来拼凑视频素材 有待进步 Appi说它可以实现Text to App 你描述需求 它帮你做APP 这些都是调用了第三方软件的能力 才能够实现更多的AIGC的功能 有了插件 你不仅仅可以和GPT聊天 你还能够基于URL链接 可以和更多的载体对话 比如说你可以Chat with YouTube Video Chat with PDF文档 Chat with网友文章 这样你可以和更多的载体进行对话 最后还有一些原生的AI插件 比如说Stories Tutory Speak Promptor Perfect等等 这些都是有了ChatGPT之后 才引申开发的一些插件 以上就是插件赋予现阶段GPT的能力扩展 能实施联网 能计算画图 能调用第三方的数据库和工具箱 但是ChatGPT的绝大部分插件对你来说没有用 或者说不好用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大部分插件 都是面向国外的市场和需求开发的 比如说Zapia Expedia Amazon等等 国内用户根本用不到 第二个呢 大部分插件是想借GPT导流 以及提前站坑的 比如说有一个Film Finder的插件 你告诉他你喜欢的电影 他就给你推荐更多类似的 其实呢 是给Amazon流媒体导流的 再比如Scholar AI 站坑了之后 那别的插件就只能叫Scholar Assist 像这样秤流量 站坑的插件占多数 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已经存在的很多锤类网站或者APP 也来错任了开发插件 也不好用 比如说ImageSearch 它能够帮你找图片 调用的是Unsplash的数据库 对话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你还不如直接去它的网站上面搜索来得快 第四个呢 就是插件同质化严重 比如说你搜索PDF 就出来十几个可以和PDF对话的插件 你搜索YouTube 也可以找到很多同类的总结视频概要的插件 无论是烂鱼冲速还是说竞争激烈 都说明有待进化和洗牌 第五个就是绝大部分的应用 不是那么智能甚至很傻 反应慢 还老是出错 不是帮你节省时间 反而是浪费时间 所以考虑到比较通用的场景和需求 受众多一点的 确实哇塞的 真不多 我花了两周的时间 把这六百多个插件逐个翻了一遍 一共对比测试了九个大类的一百多个插件 发现很多都是垃圾插件 我只推荐八个 说到联网搜索 有了插件之后 ChatGP可以联网搜索一些图片 视频文档人脉等等 但是只要是联网搜索信息 因为webpilot的这个插件就够了 Image Search这个插件 确实能够帮你去网上找一些高清图片 但是这个对话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而且呢 它的图片素材来源仅限于 Unsplash这个网站的数据库 它给的图片确实质量很高 分辨率也很高 但是太浪费时间了 你不如直接去Unsplash这个网站上面 去搜索来得快 你还不如直接调用webpilot这个插件 然后问他 有哪些免费高清五版权的图片网站 请从这些网站找一些图片给我 图片的关键词是Shanghai Arial 然后把图片的URL链接发给我 我们注意看啊 这个插件一共被调用了三次 第一次呢 他是访问了Unsplash这个免费高清五版权的网站 第二次呢 他是访问了Pexplay 第三次他访问了Pexels Unsplash,Pexplay和Pexels 确实是我们最常用的三个免费高清五版权的图片网站 然后他找到了一些上海航拍的一些图片 给我了一些链接 我们注意看下面三个链接 你直接点进去 它就是对应网站的搜索结果 Shanghai Arial 还有Pexplay 也是一样的 Shanghai Arial 关于上海的一些航拍的图片 这里都有 你可以直接看 直接搜索 免费下载 这样的话肯定是比你直接调用Image Search这个插件来的快 还不如调用Webpilot 类似的 如果我们要找一些GIF动图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调用的是GIF Search这个插件 跟他说给我几张GIF图片 关键词是Fuck off 他会给你找一些GIF图片 但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呢 他是仅限于从GIF这个网站的数据库里面 给你找一些动图 同样的道理 我们直接调用Webpilot的这个插件 要跟他说 有哪些免费的GIF图片网站 请从这些网站里面给我找一些图片 图片搜索关键词 为Fuck off 把图片的URL链接发给我 这里Webpilot也被调用了三次 第一次 他是访问了GIF这个网站 第二次呢 他访问了Tanner这个网站 也是专门搜索GIF动图的 第三次呢 他访问了GIFs这个网站 都是搜索GIF动图的 一共这三个主流的网站 然后呢 他也会给你一些GIF动图的链接 你可以直接点进去 那相比之下呢 Webpilot的这个插件 他搜索GIF动图的效果 肯定要比你直接调用GIFsearch 这个效果来得好 因为他会访问更多的数据库 给你更多的搜索结果 还有个插件叫Total Query Search 号称超越谷歌搜索 集合了70多个搜索引擎的综合力量 但是你从他的搜索链接里面进去 结果显示404 那这个就有点不靠谱了 所以当你要联网搜索信息的时候 别用GIFT的browsing联网模式 也别用其他的插件 就用Webpilot足够了 你可以让他搜索教程 比如说给我推荐一些优质的CCD教程 给了你一些链接 你可以直接点进去 你还可以让他给你搜索文档 比如说给我一些PDF文档的链接 关键词是AIGC 他就会给你一些AIGC相关的PDF文档 你如果直接点进去 那就是这篇文档的直接地址 你可以直接看的 这是一篇论文 你也可以让他给你找视频 比如说给我一些B站的视频链接 关键词是ChatGP使用教程 他就会把相关的视频链接发给你 这些都是你需要联网搜索的一些场景 交给Webpilot这个插件就够了 其他的插件你可以忽略 让ChatGP能够计算数据化 还能画图 Wafin一个插件就够了 常见的数据图表 和几乎所有的数据化计算 他都能搞定 比如说给他一个奇奇怪怪的函数 让他画出三维图像 没问题 你再来一个 也是一样的 可以帮你画出来 你还可以要求他画一个柱状图 描述上周的销量情况 要求柱子的颜色为浅蓝色 并且在每个柱子的中间标注数据 你把周一到周日的数据给他 然后他就会调用插件给你画柱状图 完全按照你的要求 周一到周日 数据标注在柱子的中间 而且柱子的颜色为浅蓝色 再比如让他画一个柄图 描述各个渠道的收入占比 中文标注 色块内部标注对应的百分比 要求小数形式 精确到0.01% 然后把数据丢给他 看到没有 分分钟画好了 完全符合要求 中文标注 里面是百分号 精确到0.01% 怎么样 满意不 我是很满意的 画图的插件里面 除了Warpent还有其他的插件 比如说Dagger 他也能画图 画柄图 画柱状图都可以 但是整体使用下来 确实没有Warpent强大 除了画图 Warpent其实可以干更多的事情 我们一般用的GP4 它是没办法给你输出图片的 但是插件可以 Warpent就可以 我们先对他说 接下来对于我的所有请求 请都基于Warpent插件来响应 然后我们告诉他 请给我一个柴犬的照片 并简单介绍 然后他就会调用Warpent插件 给你介绍柴犬 先会给你介绍一些文字 注意啊 这个范畴 其实不属于计算的范畴 已经属于社科人文的范畴了 它一样可以给你回答响应 它会详细的给你介绍 柴犬的一些特征 然后告诉你 柴犬是差不多1000年前 从中国带到日本的狗的后代 其实还是中国狗的后代 然后他也会给你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Warpent 他不仅仅计算 能够给你解答其他的一些社科人文的问题 还能给你输出图片 然后我们测试他的数学计算能力 比如说100个和尚100个包子 大和尚一个人吃3个 小和尚三个人吃1个 刚好全部吃完 请问有多少个大和尚和多少个小和尚 他就会调用查检给你解题 这是一个二元一次方程 他就给你解好 大和尚25个 小和尚75个 再来个解方程的 求解方程 x的三次方 减4x平方 减5x等于6 他就会调用查检给你解 解除了一个实数解 还有两个虚数解 再比如 请画出函数 fx等于sinx 减cosx 加tgx 减cosx的减数图像 不管这个减数有多奇怪 他都能把这个图给你画出来 再比如 从2到8这7个整数中 随机选取两个不同的整数 它们互为质数的概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高考的数学题目 他也会调用查检给你解答 答案是3.2 没错 再来个难一点 高等数学 我说 请给我详细介绍高等数学当中 诺比达法则的推导过程 你看 问题当中 我字都写错了 但这个不影响他回答问题 这个就是他回答的 关于诺比达法则的 推导过程 那这个就是他回答数学计算的问题 很强 同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物理计算 一个半球形的深坑 半径为5米 坑的表面都做了光滑处理 摩擦系数忽略不计 空气阻力忽略不计 一个小球从坑的边缘落下 达到坑的最底部时 速度是多少 这个其实是一个 适能转化为动能过程 它会调用插件 然后告诉你答案是9.9米每秒 我说 请给出具体的计算过程 它没问题 然后适能是mgh 然后动能是1mv平方 然后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两边等式都有m 所以小球的质量 在这个问题中 并不影响结果 就会直接给它消去 得出这个方程的解 v等于9.9米每秒 化学计算也可以 我说我是一个高中生 请详细介绍 电解水反应的过程 他也会调用插件 把电解水反应的 整个过程全部都告诉我 当中的化学方程式 也会给你列清楚 再来一提 我说30公斤的氧化钙 倒入装有一立方米 水的容器当中 充分反应 最后把水分全部蒸发掉 得到的固体质量是多少 30公斤氧化钙 是生石灰 在水中充分反应之后 会得到固体 氢氧化钙 质量大概是39.64公斤 会根据摩尔质量去计算 因为氧化钙的分子 大概是在56左右 然后氢氧化钙的摩尔质量 大概是在74左右 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39.64公斤 这个也没问题 化学计算也能轻松哪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地理 比如说我问 从上海坐飞机到莫斯科 最短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实际的飞机飞行距离又是多少 能否画个图演示一下 它调用了插件 告诉我 最短的距离大概是在 4245英里 是6831公里 然后给我介绍了一下 这个是大圆航线 然后画了个图演示一下 如果你不懂什么是大圆航线 你还可以再让它详细介绍一下 什么是大圆航线 它就会给你调用插件 给你解释一下 然后还给你画了一个示意图 让你更好地去理解 什么是大圆航线 以上就是关于 Woffen插件处理数学 物理 化学 地理 等等这方面的计算 其实除此之外 它还能进行一些 其他的推理计算 我们看一下 再比如让它算 100万的房贷 每个月采取等个 本息的方式还款 一共分360个月还清贷款 如果说按现在这个情况 房贷利率从4.9% 降到了4.1% 那每个月少还多少钱 总利息少还多少钱 它会调用插件 给你去计算 我们看一下插件的结果 关于每个月还多少钱 实际的利息还多少 还剩多少 它都会计算的清清楚楚 然后它说 如果房贷利率从4.9% 降到4.1% 你每个月还款金额 从5307块 降到了4832块 每个月少还475块钱 这30年当中 你的总利息少还了多少呢 是71102元 所以赶紧的降利息吧 好 总的来说 Warpent这个插件真的很强 画图计算推理科普 无所不能 赶紧用起来 再说新闻类的插件 ChairGPT所有新闻类的插件 都不如WebPilot好用 我让它给我蔡徐坤相关的最新消息 让它给我Elon Musk相关的最新的消息 让它给我AIGC相关的最新消息 限定6月份 横向对比之后呢 有一说一 这几个插件都很差勤 比如说Warpent News这个插件 我让它给我AIGC相关的最新药文 它连AIGC和ICAC都分不清楚 然后让它给我蔡徐坤相关的最新药文 限定6月份 它连蔡徐坤的瓜都不知道 Mixbox News这个插件就更插进了 同样的是蔡徐坤相关的药文 它直接歇菜了 找不到 NewsPilot这个插件也是 乱扯一通 我要的是蔡徐坤 他给了我余敏红和汪宝强 然后我让他给我找Elon Musk相关的新闻 找不到 再让他找AIGC相关的新闻 找不到 所以这个插件也很插进 另外一个插件呢 叫Velter Newsverse 也是一样的 找Elon Musk的新闻 他都找不到 还有一个呢 是专攻AI领域的新闻 我让他给我找AIGC相关的药文 对不起 没有找到AIGC相关的最新报道 它是一个专门专攻 AI相关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插件 结果他找不到AIGC相关的新闻 你说搞不搞笑 那相比之下呢 还是Webpilot靠谱 让他给我Elon Musk相关的最新药文 他就给了你很多Elon Musk相关的消息 你点进去 确实是关于Elon Musk相关的信息 再比如 我要AIGC相关的新闻 他也确实会给我找到AIGC相关的 再比如 我要蔡徐坤相关的新闻 那你会发现 蔡徐坤的瓜 他是知道的 他紧跟实事啊 所以相比之下 还是Webpilot这个插件更强 要什么新闻就给你什么新闻 因为找新闻本质上是联网搜寻最新的信息 所以那些其他的一些新闻插件 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要去浪费时间了 找新闻 就用Webpilot GPT有很多插件是打着AI的幌子来蹭流量的 我让这些专门找AI工具的插件 给我推荐一些文字转语音的免费的AI工具 那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问一下Webpilot 然后心里有个数 然后再去看一看其他的这些AI工具的插件 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这里有个插件叫 There's an AI for that 那这个插件呢 会给你推荐一些文字转语音的工具 但是呢 他是直接先跳转到自己的网站上 一点都不直接 说白了就是来蹭流量的 而且推荐的结果比较少 还有个插件叫OpenTools AI 我让他找一些免费的文字转语音的AI工具 结果呢 他答非所问 搞一些编辑器 那给的链接呢 也是一样的 先跳转到自己的网站 那这个插件呢 你就可以直接忽略 另一个插件叫Gate to AI 就给了两个结果 而且还答非所问 所以这个插件你也可以忽略 这个插件叫AI to a Hunt 他也给我找了一些免费的文字转语音的AI工具 一共找了11个 这里面呢 有些是和刚刚Webpilot的推荐呢 是有一些重合 当然了 也有一些自己特别小众的推荐 这还挺好 然后再让他推荐一些免费的智能制作视频的AI工具 然后他会先给我推荐三个免费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会再推荐一些 没有明确说免费的 可能会收费的一些AI工具 再推荐了五个 那这个呢 就挺不错的 所以对比之下 在一众的号称 能帮你找到各种AI工具的插件里面 AI to a Hunt 这个插件 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用的一个插件 其他的你都可以忽略 GPT有很多生成式的AI插件 就是基于文字 生成其他内容的插件 比如说文森图 有Mixbox Image Gen 这个插件 它图片质量很差 相比于Mix journey 真的是差远了 文字转语音的插件里面呢 有speechy和voiceover 那speech呢 它是不支持中文的 voiceover呢 它支持中文 还支持中英文的混合生成 比如说让他用插件 将以下的文字 生成男性青年的声音 今天是个好日子 祝你们玩得开心 Have a nice day 我们来听一下 今天是个好日子 祝你们玩得开心 Have a nice day 听起来效果还不错 但测试下来呢 我发现这个插件对于年龄 以及对话风格的控制呢 不是那么精准 比如说这一段话 我希望呢 是一个女性青年的声音 声音风格要开心愉快一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的细节控制 这里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性别确实是女性 然后语言呢 选的是中文 对话风格呢 是conversation 咱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对话风格 我测试了一下 没办法去控制 只有一个默认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具体的结果 我们一起从壁状教学楼出来 然后走到宿舍楼底下 遇到了Selina和她男朋友 我们忘了寝室的密码 Selina告诉我 密码是8866栋 那整体听完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插件的 语音合成质量还挺高的 它也能够处理中文和英文的 混合生成 就是对于年龄和这个 说话风格的细节控制上 不是那么精确 如果你追求更好的体验 你可以去试一试腾讯致影 或者微软的Azure 它们的整体效果会更好一点 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那么精确的需求 那我觉得voiceover这个插件 还是挺好的 值得一用 文字转视频也有两个插件 一个是Hedron 一个是Visla Hedron这个插件 主要是做口播视频的 比如说你给她一段文字 让它转成开朗女性的声音 她就给你做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点击在这里去查看一下 My name is Catherine I studied in a university in China Where I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now I work for Apple 你会发现 这个视频的口型 其实对着还挺准的 我测试过 英文口型要比中文口型准得多 这个视频还有一个好的点 就在于 它或记忆你的文案 直接生成相应的字幕 当然缺点就是 整个视频里面 都有它的这个logo的水印 你如果要用的时候 你可能要把它盖掉 或者把它切换掉 或者裁剪一部分使用 这个是要求它 生成女性的视频 如果你要求生成男性的声音 也是一样的 它会给你一个男人的形象 就这两个形象 那另外一个插件呢 是Visla Visla这个插件呢 就是你给它一段文字 它会基于你的这个文字呢 生成一段视频 它不是生成一个口播视频 它是去互联网上 去找各种相关的素材 然后给你拼凑成一个视频 比如我让它基于以下文字 做个视频 中国农村 一个阳光明明的早晨 八岁的哥哥 牵着六岁的妹妹 一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后面还有一条黄色的小狗跟着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视频 那这个就是基于文字 生成视频的两个插件 一个是Hedging 一个是Visla 你自己去看啊 对于我来说 它还没有达到去创作 值得我去发自媒体 或者发账号的这个需求 总的来说 这些生成式的AI插件 本质上都是借助GPT来导流的 实际体验效果呢 并不好 你还不如直接去一些主流的网站 去实现你的需求 那相比之下 Visover这个文字转语语的插件呢 你还是可以用一用的 给一个YouTube视频链接 就能总结视频概要的插件 有七八个 我对比使用下来 Video Summary这个插件 效果最好 如果视频是中文的 必须得有字幕文件 否则识别不了 比如说这个视频链接 它是中文则 2021年9月份做的视频 那当时呢 它没有做字幕文件 所以呢 这个Video Summary 它就没办法识别 那这个链接呢 是中文则今年做的视频 那这个时候呢 视频就会更加精细一点 它会有相应的字幕文件 它不光有中文的字幕 它还有英文的字幕文件 所以Video Summary就能识别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个关于15英寸MacBook Air的详细测评 那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也在这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它是优先识别英文字幕的 如果你有两个字幕 它是优先识别英文字幕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条 这条视频呢 是TESTV关于一个富士的相机的评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字幕文件 它是只有中文字幕的 虽然说只有中文字幕 它是也可以识别的 它会抓取整个视频的中文字幕 然后从中总结出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但是对于一些英文视频 就算没有字幕文件 它也是可以识别的 而且它还能识别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长视频 像这种视频 Video Insights这种插件呢 它就搞不定 所以总体来说 总结视频概要 Video Summary这个插件还是可以的 值得推荐 GPT有很多和PDF对话的插件 说实话比较鸡肋 因为PDF报告啊 它是有明确的文章结构的 你能够在里面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结论 如果你要等插件扫一遍 答案你都已经找到了 唯一可用的场景呢 就是全英文的很长的研究报告 比如说特斯拉的年报 250多页 但是对于这种很长的报告 上百页的 那这些插件呢 它又啃不动 几个主流的PDF对话插件 我都测过 Ask your PDF Chatterby's PDF 还有Mixbox的Chatterby's PDF 都不太好使 你可以忽略这一类的插件 都比较鸡肋 没必要去用它 写论文相关的GPT插件有很多 大部分人都想用它来水论文 我测了其中八个相关的插件 Mixbox的Scholar和ScholarAI 表现稍微好一点 那为什么其他插件不推荐呢 因为其他的数据库太局限了 都是从Archive里面搜寻论文 这个数据库呢 只有200多万篇的论文 还记得SI Hub吗 里面有一亿篇 ScholarAI以及Mixbox的Scholar呢 都是从不同的数据库里面 给你搜论文 比如说Nature Science Cell ACS Springer等等 你只需要在调用插件的时候 查看一下细节就知道了 比如说Xpaper这个插件 它的实际调用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URL链接都是从Archive.org 这个数据库里面去找 都是Archive.org Archive这个数据库 它是一个预发表的数据库 也就是说很多论文 它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 也没有确定被期刊接受的情况下 就已经主动上传到 这个Archive数据库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先发违禁 它其实核心的价值是 帮助全球的一些学者互相交流的 因为你上传到这个数据库上面来说 就是图一个先发优势 我是第一个发险某某某的人 就算没有期刊接受 也没关系 先把你的成果先发表一下 Skolar AI和Mixbox Scolar 这两个插件 对比之下更有优劣 比如说我问这篇论文的核心结论有哪些 Skolar AI它能找到 Mixbox Scolar就找不到 再比如 我对合成生物学非常感兴趣 我想知道它的原理 以及对人类的影响 请在顶级期刊上寻找已发表的论文 列个来源清单 然后写个文献中述 让我快速熟悉这个领域 Skolar AI会调用不同的数据库 会给你找一些论文 你看它也确实找了 关于合成生物学的一些论文 但你看这个标题 你就觉得过于聚焦了 也就是说这些论文太细了 不适合作为文献中述来了解 也不适合你去快速了解这个领域 然后我让它继续 它就写了一个review 是关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现状 未来的角度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review的标题 好像没有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因为我们要的是 让它阐述一下合成生物学的原理 以及对人类的影响 那这里面都没有 我们再来看一下 Mixbox Squirer它的表现 那传统问题 我们也让Mixbox Squirer去找相应的文献 然后写一个文献中述 我们看一下它返回的结果 它说这个是基于论文引用数量 找到的最好的五篇 关于合成生物学的论文 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篇 合成生物学 它的广泛应用 也给到了完整的论文链接 点击去看一下 你可以点击PDF直接下载 第三篇 合成生物学 第四篇 合成生物学简史 你一看这个标题 就明显符合 要写一篇文献中述的需求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论文质量 这个论文都是发表在 Nature这个期刊上的 已经是最顶级的期刊了 所以这个论文的质量 是肯定没话说 然后我们让它继续 写一篇论文中述 那我们再看一下标题 首先写了一个overview 然后关于合成生物学的应用 然后又讲到了 合成生物学的历史 然后它也写到了 合成生物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这个也是我们提的要求 那相比之下 它确实比Skola AI表现更强 找的论文质量更高 而且相关性更强 写的论文中述 也会符合我们的要求 整体的质量也会更高一点 这篇简单的文献中述 很快就水好了 但如果说你是要去发表论文的 还是得用谷歌学术和SA Hub 因为你要管理文献 你还要结合AndNote和Word一起使用 但是如果说你是为了快速了解 一个领域的文献中述 还有研究概况 或者说写一些课程的小论文 那Mixbox Escola是可以的 值得推荐 教育辅导方面 大部分GPT插件 都是调用第三方的数据库 没有什么实质的价值 比如说你要找一些课程 EDX还有Costeer 都是从自己的网站里面 搜一些课程结果 OutSchool更差距 CCCAD啥啥分不清 还不如调用WebPilot直接问 但值得推荐的差距有两个 一个是Tutory 还有一个是Speak Tutory的定位 是将ChatGPT打造成为你的个人导师 如果你想学习一个技能 或者一个领域的知识 它可以为你量身定制你的学习路径 比如说你要学习CCD 那Tutory就会为你创建一个学习路径 整个路径持续四周 主要内容包括这以下五个方面 再比如你有一个八岁孩子 学习Blockly的需求 他也会为你创建一个Blockly的学习路径 整个路径持续两周 包括以下内容 比如说第一天到第七天 学什么东西 然后你问第二周呢 他也会把第二周的整个学习路径给你 再比如我是一名视频博主 现在想学习更深的达分级调色 请给我出一个一个月的学习计划 没问题 一个月的学习计划就给你列好了 然后问你从哪一天开始学 你说从第一天开始学 他说非常好 就把第一天的学习内容都给你列在这了 你可能会困惑 整个学习路径不是持续四周吗 怎么到第十五天就结束了 因为这里呢只列到了第十五天 其实你可以忽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标注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它只是把一个比较长的学习路径 所有的学习内容 拆分为这十五个学习步骤 你还可以基于特定的知识点提问 比如说第一天的学习内容里面 有裁剪和编辑 那关于裁剪和编辑有哪些必须掌握的快捷键 他也会把达芬奇关于裁剪和编辑的快捷键 全都列给你 你还可以快进 让他直接把第三天的学习内容给你 他也把第三天的内容都交给你 然后你当中呢可以再闲聊一些 闲聊一些其他有的没的东西 你再回过头问 我们继续学习前面的CCD教程 第五天的学习内容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第五天的学习内容是关于动画的介绍 然后他说非常好 第五天的学习目标是动画的介绍 发现没有 前面的对话他是记得的 这也是Tutory这个插件的优势 他能够记住更长的上下文 从哪一天开始学 以前学到哪个阶段了 他都记得 再比如我还学习高中化学 他会给你创建一个高中化学的学习大纲 为期一年 一共分为13个部分 然后问你想想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学 你说从第二部分 他说非常好 第二部分的学习目标是原子结构和周期表 那关于原子结构的核心内容都摆在这了 你还可以问 我是一个刚入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 想在三个月内快速入门 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我应该怎么学 他说很好 为你创建了一个关于产品管理的学习路径 这个学习路径持续三个月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这当中就包括理解客户需求 定义产品策略 然后产品发布 管理产品生命周期 作为产品经理进行有效的沟通 还有理解敏捷和Scram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必备的 Tutory这个插件 把ChatGPT变成你的个人导师 值得推荐 Speak这个插件是学习语言的好工具 它能把你的话翻译成任何语言 比如说 中国足球遥遥领先用日语怎么说 然后他就会调用插件帮你翻译成日语 这里呢 他还会给一些其他的表达方式 让你更好的去理解 你可以自己挑一个 觉得哪个好你就用哪个 这里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 就是他会模拟一个对话场景 然后再把刚刚的翻译结果 融入到这个对话里面 再比如 中国茅台酒真香啊 茅台市值遥遥领先 用俄语怎么说 也一样的 会调用插件翻译成俄语 然后给你一些其他的表达方式 再模拟一个对话 这个效果就很好 还有 他不光可以翻译成其他的语言 还能帮你翻译成粤语 比如喜欢的少年是你 你是年少的欢喜 用粤语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翻译结果 确实是那么回事 再比如 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 翻译成中文有哪些精彩的表达 他就会调用插件 给你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个就比谷歌翻译 或者Deepile翻译 只能给你一种答案 会更好一点 所以 Speak这个插件 对于要学习语言的 这个朋友来说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值得推荐 好 以上就是值得推荐的八个插件 Webpilot 联网搜索它最强 Walfren 计算画图无所无能 AI2Hunt 列起各种AI工具 VoiceOver 文字转语音 VideoSummary 总结油管视频的概要 Mixbox Scaller 水论文的好帮手 Tutory 你的学习导师 Speak 外语学习神器 赶紧搜藏一波 GPT的插件 是可以组合使用的 比如说 用Webpilot插件 帮我搜索 日本2010年到2022年的 GDP总量数据 再用Walfren插件 帮我画一个柱状图 它会先调用Webpilot插件 去找数据 然后数据找到了 然后再调用Webpilot插件 帮我画柱状图 然后柱状图也画好了 在这个场景下 你只需要交代一次 它就会帮你把数据找好 然后帮你把图画好 那这个就是 两个插件的组合使用 其他更多的场景的 你可以自己去探索 然后我们再研究一下 三个插件之间的组合使用 举个例子 有三个插件 一个是Tutory 一个是Video Summary 还有一个Webpilot 我们先让它用Tutory这个插件 给我们制定一个 Finalcard Pro的学习路径 这个时候Tutory就会先启动 帮你制定这个学习计划 然后你可以继续提要求 帮我找几个YouTube视频 关键词是关于 Finalcard Pro的这个基础教程 它就会调用Webpilot的这个插件 帮你去找一些 Finalcard Pro的一些教程 比如说第一个 你可以点进去 那确实是关于 这个教程的视频 然后呢 你就可以调用第三个插件 你让它调用Video Summary 帮你总结这个视频的 主要内容 然后Video Summary 就会总结这个视频的概要 这是关于Finalcard Pro 进行剪辑编辑的教程 主要内容包括如下 这个就是三个插件 同时配合的一个场景举例 现在GPT最多支持 同时调用三个插件 说实话 同时调用三个插件 而且还能配合的好的情况下 真不多 有些时候呢 他们会打架 会抽风 会闪退 这个呢 现在还有待优化 更多的是 两个插件之间的配合 你可以去多尝试一下 现阶段 ChairGPT的插件生态 还不是很成熟 我觉得等它的插件数量破千了 而且出现了分类 标签的评分等等 这些功能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插件生态 发挥作用的时候 那现阶段 我们怎么样保持关注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办 第一个呢 你可以偶尔在 Plugin Store里面逛一逛 看看比较火的 以及新上线的一些插件 第二个呢 你可以时不时的让WebPilot 给你推荐一些好用的 ChairGPT插件 你看看它会给你 推荐一些什么插件 然后第三步 你可以让WebPilot 给你介绍一下 某个插件的功能和具体用法 比如说 给我介绍一下 Worfin这个插件的 具体功能和用法 那它就会告诉你 Worfin这个插件 到底是干什么的 如果看完了之后 你还不是很了解 那第四步呢 你可以让WebPilot 再给你去网上找一些 关于这个插件的 用法的视频 给你推荐几个 然后你就去看看这个视频 那别人是怎么介绍 这个插件的 对你有没有帮助 这样呢 大致你就清楚了 第五个就是 如果Code Interpret 这个插件上线了 不管3721 立马去尝试 为什么这么牛呢 你可以去搜索 一些相关的视频 太强悍了 必须立马去尝试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主要介绍了ChairGPT 通过调用插件的 联网能力 计算能力 数据库 以及工具箱 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整个视频 我介绍了九个大类的八个好用的插件 以及他们的基础功能和用法 目前插件生态还不成熟 但是值得我们保持时刻的关注 视频很长 希望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关注 投币 转发 再见